道歉 晨欣跟真心自己蠻重要的 她這樣子感覺就是很敷衍 就是很敷衍嘛 就確實是挺敷衍的 覺得可能想操操帶過吧 直播主林千亦最近話題風波不斷 除了與勾二隔空護槓 以及勁爆罵庫愛將常來困擬等事件才剛平息 最近又在直播中 盜用有最強奶媽稱號的網紅謝維安的照片 稱作是自家小編芽芽 讓謝維安本人在IG聯發現實動態 痛罵連千亦 對此連千亦本人也在昨天 在臉書發文向謝維安道歉 還誇張得真的很漂亮 而謝維安本人今天接受中式新聞專訪 特別對此作出回應 其實當下的吃連千亦拿過的照片的時候 是覺得蠻好笑吧 就蠻納悶的 因為畢竟不認識 也不是說不認識 就是大家應該都是會互相吃到彼此 然後他之前也有來詢問合作過 可是後面沒有談什麼 想說他好像平常就蠻容易起跟別人一起爭取 但沒有想到會跟自己會有關係 這樣子 大概半夜就真的很多訊息通知的聲音 就是網友啊朋友粉絲們 就有點灌爆 就是我的官方LINE 我的Facebook 我的Instagram 都有很多的訊息想說 欸是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起來看結果我才知道這件事情了 就我覺得道歉 誠心是還蠻重要的 誠心跟真心是蠻重要的 當然就是他這樣子感覺就是很敷衍 就是很敷衍啊 就確實是很敷衍 就覺得可能想稍稍再多吧 我不太理解這個人的做事風格 用於承認自己的錯誤在改正不是什麼壞事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要複雜人眼的態度 而不是就是這麼的敷衍 感覺好像我也不知道這是他的口氣還是什麼 但我認為畢竟他也是直播主 直播主的話應該可能現場直播會稍微妥當年 我覺得每個人都可以有第二次的機會 也不是說一個人錯我就否定一個人 我可以給一個人第二次機會 也可以給一個人改過的機會 因為人家都說就是 第一次是因為我選擇原諒你 是教訓是經驗 那第二次就是犯唇了嘛 因為同樣的人不會 我們人不會一直犯同樣的錯 犯同樣的錯比較是故意 所以我覺得 會不會合作我不知道 但是 目前沒有想要合作啦 因為我可能比較不適合 連先生的方式 我覺得我們的形象跟風格可能比較不太一樣 也可以不太適合 恩 教訓 你 我平安 沒有 你